大家好,我是Ivy,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在这里,我带你曾经在世界各地美酒的怀抱中 花到气氛,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 大家好,我是Ivy,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之葡萄酒小讲堂 今天我要为大家说的是 葡萄酒标商的年份究竟是什么意思 葡萄酒买回家还可以保置多久 如何走出越老越好的葡萄酒传统去 这一期都会为你解答 在当大家说起年份的时候 大家肯定都会讲了1982年的拉粉 那这1982年的代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无论在旧世界的法国或者意大利 还是新世界的美国、新西兰 这个年份都是代表葡萄柴摘的那一个年份 那为什么1982年的葡萄会是特别好呢 那一年无论是阳光啊、水分啊、土壤啊、温度都特别特别适合葡萄 生长还有成熟 所以为什么1982年那个年份会在法国、布尔多、众多的酒里面脱骨而出 第二个我要为大家讲的是 葡萄年份真的会卖不同的价格吗? 价格差真的会很大吗? 答案是是的 葡萄酒作为靠天吃饭的一个产物 不同的年份种出来的葡萄肯定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年份雨水多 有一些年份就特别特别冷 那这样出来的葡萄酒的质量都不会是特别完美的 当你朋友说我花了很少的钱买到了名装酒 那你就要去想一想这个年份究竟有没有那样的性价? 就我所在的美国NAPA的这个产区 我推荐的是2008、2009、2013和16年都是特别不错的年份 所以下次你再去买酒的时候不要被倒垢坑啊 那么问题来了 究竟买回家的葡萄酒保质期是多长? 我这里讲的是像这样木塞不打开的情况下 下一个视频我会为大家出 打开了木塞如何更好地保存葡萄酒 有很多粉丝私信问我说 葡萄酒买回家不开瓶的情况下 究竟可以保持多久? 其实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首先我们要看不同的品种 如果你觉得这个葡萄的酒体是属于浑厚 强劲有力 一般像这样的葡萄酒可以保存8到15 像我们之前讲过黑皮膜皮比较薄 酒体比较薄很轻 那样的葡萄酒大概是5年内喝完是最好的 很多人会认为越老的葡萄酒就越好 说实话在瓶中成年确实让丹宁变得柔顺 然后口感更加的顺滑 但是这也是有一个期限的 请问哪个人的青春可以用住呢? 是没有这样的事情 当然也不排除酒界里有姜还是老的辣的酒坏 成年20到30年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让葡萄酒这篇学问变得生动有趣 这期Ivy的葡萄酒小强谈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别忘了点赞 观众长霸 关注Ivy的微醺酒馆带你变成品酒大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美酒既是艺术也是生活 关注Ivy的微醺酒馆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